《華北草原》上的訓練基地裡 一架架國產直8L運輸直升機 已經在跑道上正裝待發 這些空中鐵騎 將乘載第83集團軍 某空中突擊旅的戰士們 進行一場貼近實戰的 機場國空演練 相較於之前的運輸機 更加能承擺 更加適應現在的作戰樣式 更加適應我們空突部隊的作戰形式 隨著講義越轉越快 運輸直升機騰空而起 十幾噸的龐然大物 就這樣在空中輾轉騰挪 逐漸加速 機艙裡空間寬敞 即便是再有一對戰士 也完全能容納進來 直8L直升機降落到了一個模擬的機場環境中 奪取機場往往是一場戰爭中的關鍵行動 首先就是要快 用直升機投放兵力 能夠快速只插敵人心臟 是一種高效理想的作戰手段 戰士們剛一落地 便搭乘由直升機吊掛放下來的山貓車 向縱身突擊 與此同時 天空中還有武裝直升機 進行火力支援 兩邊通過通信鏈路 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組成了一支快速揮舞的立體鐵拳 從戰士們落地開始計時 僅用了二十多分鐘 機場裡的主要建築就全部被控制了 全域作戰 立體攻防 這是我們陸軍以前達不到的 那麼空中突擊率 不需要加強 不需要配速 它就能夠獨立地 隨行這樣的任務 空中一個作戰單元 還有我們地面的作戰單元 然後最後要實現一個有機的融合 和無縫的鏈接 作為空突部隊的新型的作戰力量 直8L直升機第一次出現在公眾的事業中 是在2021年7月1日 幸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的 慶典活動上 那時候它還是整個編隊的持起手 實際上 直8L直升機只是直8大家族的一個成員 不同軍種 不同塗裝 不同型號的直8 頻頻亮相於軍事演習 抗震救災 建軍90周年閱兵 冬奧會等重要場合 那麼直8直升機是如何從單一平臺 發展成為包括20多種型號的 直升機大家族的呢 說起直8直升機的研發 最早還要追溯到上世紀70年代 當時火國開始啟動運載火箭試驗 然而預定的彈灼區在遙遠的太平洋 需要一種能在船上起降的大型直升機 來完成搖側航側和打撈任務 而當時我國的直升機 還無法滿足這樣的需求 為了儘快研製出中國的大型直升機 建廠僅僅幾年的航空工業昌飛 就擔當起了研製直8的艱巨任務 核心技術必須立足自己解決 對於這一點 當時參與直8全過程研製的 昌飛公司原總工程師董瑞華 感受尤為深刻 有困難 還要挑戰性的 近10個專業的 近100多項 還有26項關鍵技術 76年 工廠全面鋪開 在研製的過程中 一個個意想不到的技術難題 被昌飛的研發人員所功課 7、8年有好的東西已經幹出來了 但是有好的幹不了 一般的直8這個 我們都需要5000到8000套的工具 樣板也要成千 上萬個套樣板 跟造型飛機是一樣的 新工藝 新技術50多項 新材料40多項 仍然這些新工藝 新材料 都是昌飛的科研人員 聞所未聞的 那是全廠職工 全體同志基本上都在參與這樣工作 材料排號不知道 在全面鋪開的同時呢 一邊設計 一邊畫圖 一邊就做工藝準備 我呢 什麼工藝性審查了 那個時候就有點重疊的了 為了加快研製進度嘛 但是呢 程序是不允許遺漏的 新產品研製的程序不允許漏的 這樣漏的要出問題的 依靠著奮發圖強的創業精神 航空工業直升機人 終於克服了重重技術難題 1981年 首架直8直升機下線 實現了我國大型直升機0的突破 1985年 直8直升機成功進行首飛 直8成功了 中國的直升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 1989年 由海軍對直8進行技術鑑定 性能合格 海軍運輸型直8成為交付部隊的 第一款國產直升機 它飛行性能好 使用維護方便 船體外型還可以保證 硬及時在水面起降 先後完成了軍事演習 運輸物資 搶險救災多種任務 被證明是一種可靠的海軍直升機 可是 這款最初面向海軍研製的直8直升機 巡航高度只有3000米左右 遠遠滿足不了高海拔地域的使用需求 要在原有直8的基礎上 改進研發出一款適用於更大地域環境的 通用運輸直升機 就必須針對短板 以提升高原性能為重點 這也是當時直8F面臨的最大挑戰 為了提升直8F的高原性能 具備更高的可靠性 經濟性和操縱性 昌飛的科研人員給它換裝了新型發動機 採用新型的數字化電子控制 然而 新裝備的動力系統 生力系統 還需要經過一系列實際飛行試驗 從2005年開始 這架老科研機就承擔起高原是非的重擔 直8F實現了高原啟動 也標誌著我國國產大型直升機 初步具有了高原性能 2008年 在512汶川大地震的救災過程中 直8直升機穿梭於崇山峻嶺之間 架起了空中生命線 在抗震救災中 有著出色的表現 而在使用的過程中 直8F也發現了一些問題 比如 在滿載狀態下的使用 升限不夠 高原飛行能力不足等等 看來 實現真正的高原性能提升 直8還面臨著更加嚴峻的挑戰 這也使得新型直8的研發加緊了步伐 2010年3月 直8系列又增添了一個新成員 第一種大型民用直升機 AC313 使得中國成為了世界上少數幾個 能夠自主研製大型直升機的國家之一 AC313可以廣泛地應用於搜索救援 護理滅火 客户運輸 醫療救護 吊掛作業 海洋考察等多個領域 雖然沿用了老一代直8的基礎設計 但與之前相比 最新型AC313的變化 可以用脫胎換骨來形容 不僅僅是機體結構外形上的改變 氣動外形更優 更換了生理系統 配備了三台發動機 直8系列已經達到了國際第三代製成 總結束後 既然有個三大型的改變 運輸入中 主研製成 說中文就是 對我來說 好多遠的改變 所以我看到 人喔 我剛才實在 你剛才能很明顯 你不在乎 指定 我剛才能說 你不在乎 你不在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心里是那种既是一种期待又是一种担心 包括本身的发动机的性能 万一其他的故障等等 实际上风向还是比较大 AC-313青藏高原的试飞不断取得成功 在青海 昆仑山 西藏拉萨 日喀泽等地 经历了四十多天的试飞后 2010年9月18日 AC-313终于飞抵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 这也是国产直升机第一次抵达这里 2011年8月 AC-313再次进入了青藏高原 我们在艺术试飞完了之后 转场回共和的那一天 我们前面报的 报的那个气象 前面都挺好 但是呢 过多长时间 天气就变坏 而且呢 整天的天气都不行 那个时候呢 我们机主呢 就是抓紧时间 赶紧就起飞 艺术到共和冰宝那个 就跟着它的飞机再过来 那时候是真的很危险 冰宝打在飞机上 不是冰宝本身打在飞机上的 关键是对飞机的安全性有影响 比如说是截冰环境 关键是蒋野 煮蒋野 云蒋野 如果是截冰 截冰它整个那个气动外形就变了 气动外形变了 就是说蒋野在转 不产生生力 这对飞机来说是一个致命的道理 试飞中 AC313一路被冰雹追赶 这考验着试飞员的心理素质和驾驶技能 好在有惊无险 AC313最终平安降落在了青海共和机场 然而这一次的经历 只是再一次的提前试水 AC313即将面临终极试飞 挑战海拔八千米的高度 2011年9月2日 AC313从青海共和机场顺利起飞 冲出云雾穿越雪谷 逐渐攀升高度 我现在非常激动 就在刚刚我飞过了八千零三米 创造了一个新的记录 我为中国直升机骄傲 好 AC313成功飞越海拔八千米的高度 也创造了国产直升机 高原是非最高升线的新记录 应该说现在313的突破 现在高原直升机来说 对我们不是一种梦想了 还是一种具有现实的一种能力了 不仅如此 AC313也优化了驾驶舱 使得此后研制的新型直八系列 在驾驶系统上更加舒适化 人性化 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控制 原来的都是分离式的仪表 比如高度表 气压表 控制表 都是分离式的 对飞行人来说分散它的经历 另外它的控制的好多 也非常的繁杂 这里综合显示完了之后 它就需要什么直接掉什么 让环境更友好 2014年 AC313直升机在青藏高原 飞越9008米 创造了国产直升机 升线最高纪录 在AC313上的一系列升级改进 让新型的直八系列 也有了更加优异的表现 2021年7月1日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大会上 悬挂着档旗和标语的战鹰 正是直八系列的最新型号 直八L 相比传统直八机型 直八L的整机高度降低 宽度增大 机舱空间利用率 也实现大幅提升 增强了运载宽重型装备 和货物的能力 机身两侧 还增加了两个油箱短翼 既提高了飞行升力 又增强了续航能力 像这样的宽机身 代表了直升机发展的一个方向 在昌飞 还有一架特殊的宽机身直八机型 叫做铁鸟试验机 是由航空工业直升机所 和昌飞共同研制的 最新型民用直升机 AC313A 它也采用了宽机身的结构 不过这只是它众多特点中的一个 但是我们可以从外观方面来 直观地感受这两款飞机 我们C313 它是整个 它的那个重心是比较偏高的 整个机身是一种 就是看起来很高大威猛性 但是我们C313A 它是我们把整个机体结构拉宽了 把底部的那个油箱 晃到了两边的短翼 是整个重心降低了 这样更稳 而且它的整个外形 看起来更流线性 所以大家可能看起来 更觉得这个飞机更好看 更漂亮 在整个直巴家族中 这架铁鸟试验机辈分最小 它可以说是 国产大型直升机的 最新研发成果 虽然那个名字上 说是改成C313A 但实际上C313A 跟C313相比的 大家说 它的那个改动量是非常巨大的 换装了新型的那个发动机 还有升级的传动系统 以及传动系统的功率 这样的提升 还有就是重点 针对我们的那个 整个寿命可靠性 进行了很大的提升 对航电 飞控 液压 等一系列的系统 都进行了那个优化升级改进 C313A相比C313来说 采用了大量的符合材料 机体结构 增加了我们整个的 那个机身机体结构的寿命 然后同时紧缺了 我们飞机的重量 中国航空工业的实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